最后给我5分钟 我让他们做完这个测验 来试试看 来 第一个 讲评比赛测试讲者是由裁判长邀请 对吗 圈叉 好 我直接讲答案 这是错的 应该是比赛主席 不能像参赛者收费 可以像分会收费 对吗 这很明显嘛 这 不能不能像分会收费 可是如果他个别来的人 可以收 下一位置 对 下一位置 来 下一位置 我们俩真的是有默契 对不对 不能像参赛者收费 但是可以像裁判收费吗 对错 手册里面说可以收 但是实务上你收不收 不收 那不收有没有违反手册规定 没有 你爱 我喜欢给他不要钱可以有 当然可以 他只规范说怕你多收钱 因为我们非盈利组织 那你都不收 比如说你说 我不只参赛者不收 我裁判不收 全场来的我都不收 而且送 那个黄金无粮 开心 好这样可以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行 同分裁判的前三名 如果还不能分出胜负 现场再找一位同分裁判 平分直到分出胜负 就我刚刚讲的个案例 这是错的 这完全就是错的 办理分区演讲比赛的时候 裁判长评分裁判 跟同分裁判不能与参赛者 来自同一分会 对 对对对 请去看一下手册 手册应该讲的是说 在不以上的时候 才说你不能来自同一分会 区跟会内赛是可以的 因为就像江江讲的实务上 不然这样限制的话 我就找不到裁判了 对 你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的 就是 你如果不是来自同一分会 如果必须来自同一分会 那你就找那个 比如说 申华找两个 然后那个海兰兰找两个 可以 那数量一样就可以 可是也有碰过的状况 就是说 有些分会派不出 一样数量的裁判 那你就不要管 那你就 所以他在区跟分会的时候 就没有限制说 不能来自同一分会 那你就找五个就好了 那你就相信说 你今天去找的 他是有公正性的就可以了 讲评比赛测试讲者的示范演讲 因为不是立会演讲 所以不一定要参考 Pathway的部分 来准备讲题材内容 错 刚刚有说要参考 这是有讲的 各类演讲比赛评分裁判 是由分会教育副会长 或会长邀请 是错 那正确的是什么 手册讲的是 裁判长邀请吗 对不对 可是我为什么不这样写 因为实务上真的是分会教育副会长 跟会长去请的 是不是 那我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他担心裁判长 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不好意思 让他找五个七个什么之类的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们就跟你一起找 然后就由你去邀请他就好 我们找到的时候你来挑 这样就可以了 也可以啦 在实务上可以弹性一点 非英语演讲比赛 参赛资格需换成Level1和Level2 今年讲了不用 今年讲了不用 直接就比赛 只要有会员资格就可以比赛了 分会演讲比赛只需要三位评分裁判 最少五个嘛对不对 分区也是五个 分部跟地区也是七个 那我问你 我如果找十五个可不可以 你超过五个 你爱找几个就找几个啦 那五个评分裁判 有没有包含同分 没有 没有好非常开心 然后你看人少就是这样 大家都会了 讲评比赛参赛者的这个笔记表的张数不限 可以无限量供应对吗 可以无限量供应 但是每个人张数一样就好了 测试讲者在演说的时候 参赛者不可以做笔记或记录 是我刚刚讲的嘛 可以 可以好不好 取贛比赛的时候参赛者没有参加赛前说明会 可以失去参赛资格对不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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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错错错 最近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遇到 因为我们常常都不去对不对 哈哈哈哈 是你我常遇到 我常遇到 是系列 他可以因为其他的缘故他不用参加这个没有关系 但他自己要知道比赛规则跟他自己的权益就好了 他不参加没有上市比赛资格 再来 他举办比赛的时候只要介绍主持人的时候 参赛者未在场会失去参赛资格 错错错 再一次 觉得这个对的请举手 觉得这个错的请举手 我真的觉得黄英下次可以来做讲师 董会长是对的 这一题是对 手册里面写的 这个文字是他们写的不是我写的 他说只要你介绍主持人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比赛主席介绍说 我们今天的比赛主持人是江俊毅 让我们欢迎江俊毅先生 只要他站上台拿彩麦克风说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他这个时候到就上市比赛资格了 对 你说 我想问一个trinking的问题 可以你说 你说这个嘛跟这个嘛 因为他主持人的时候他忍在 然后之后再跑出去 之后再跑出去可以啦 但是他开场的时候 也一定要在 一定要在 是不是 对 对 对 不能再出去 对对对演讲的时候 要不然他都不能出去 他那个尿急怎么办 那不是弄死他了吗 不会 所以这边的话手册里面讲说 只要介绍主持人的时候 就是他正式开场的时候 他一定要在 否则这个会丧失比赛资格 这个是在上面写的 你说 你要去邀请他进来就好了 请他走进来就好了 对 那个我觉得那个弹性应该是有的 可是你就知道他在场 这个时候我觉得比赛主席 可以自己去弹性去 知道说他那个人还不在哪 这个状况都是 我们碰到说 他连那个大楼都还没进来 他还在路上的时候 对 然后他跟你讲说 我五分钟可不可以等我一下 这样子 请问比赛主席 你会不会等 这个在实务上我会问一下 不会 那如果他跟你讲说我就在楼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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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楼下 我会在楼下 哈哈哈 我跟你讲啦 他们都比较狠心一点 我碰过的比赛主席都比较佛心 我碰过的比赛主席都比较佛心 他都会跟参赛者讲说 他都会跟参赛者讲说 那个谁 江江正在路上 他就是在楼下 他突然那个什么 突然肚子痛 跑去上厕所 我们等他30秒后一分钟 他来上来 他已经到了 台北有一些TGIF那些 他们就是很严格的 他把他就抗议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跑不要讲出来 抗议无效 因为里面没有讲到这个 原创性跟那个没有讲这个啊 抗议无效 沟通啦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沟通啦 就是去协调一下 就说 我们来参赛比赛怎么样 我当然知道他们会这样讲啦 可是就想办法嘛 对不对 你既然做个大家长 你就要米评各种声音啦 对不对 不然就来当总会长 试试看就知道了 来麦克风故障的时候 演讲中断 他可不可以要求 重比或延长时间 不行 实体比赛的时候 他必须要继续讲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30秒的事情而已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说什么 要重比跟延长比赛时间 那刚线上的 我们刚刚讲了说 等他10分钟 断线或者是麦克风的事情这样 再来 我如果有意角逐 2025年一部执行长大会 又想在2023年的时候 的年度大会 夺下英语奖评比赛冠军 参赛是他的权利可以参赛 可以 可以 对吧 大家都讨计得清楚 对不对 怎么知道加入一部 怎么知道加入一部 我本来写的是总会长 因为我怕 黄英英就会想说 那你来选总会长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